怀疑不满遭外劳投诉危险驾驶 并且没有开厂巴的冷气 身穿蓝色T恤的工厂巴士司机 一怒之下破口大骂外籍男子 还出言恐吓会杀死对方 据了解这起事件发生在 槟城龙尾大华高原附近 巴士乘客表示 当时厂巴司机在开车期间 没有打开冷气 使得车内十分闷热 其中两名外劳因此上前要求开冷气 没想到却挑起司机的怒火 乘客还透露 司机在事发前曾经发生小车祸 怒火中烧的司机随后招来其他四名男子 向受害者叫嚣不断大声邀赫外劳 不要耍花样 虽然外劳期间一直道歉 但身穿蓝衣的司机还是沉不住气 接着拿起头盔猛打受害者 这段视频很快在脸书疯传 引起网民斥责司机的暴力举动 东北县警区主任安华奥马助理总监证实 警方确实曾接获一名尼泊尔籍男子的投报 不过他随后选择消案 因此目前无法确定 涉案者是否已经受到警方对付 NTV7综合报道